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就是明明就已经形容不下去还硬要形容了 不知道什么坚持 好 好来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些时事 今天这个时事 这个是我最近才看 它是在半小时前才发的新文稿的概念 那就是说 最近有一个老爷爷吗 应该是老爷爷 他被 那个赖的群组的投资 诈骗了三千万的移动房子 对 然后发文者看起来就是他的小孩 他的女儿 对他女儿 然后他在叙述 就是他爸爸被这个诈骗的这个过程 对 然后他是觉得说 他好像有点就是求助无门啦 这样子 然后可能警察那边 可能也没有办法很积极的去协助他 然后现在觉得 很生气很无助这样子 那我们来讨论看看这一题 有没有解 还有他发生的过程也提醒听众朋友们 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诈骗环节 是 那他从一开始呢 当然就是这个老爷爷 他就加入到了一个投资的 这个爸爸好了 哦 不论老爷爷是吗 好 一个爸爸 因为他就是其实是一个爱女心切的爸爸 哦 是 然后对方也用他 因为他有目的的 对 也用他这个爱女心切的这个想法 去诈骗了他 人性脆弱的地方 对 是的 人真的是有需求有期望就被利用 大家小心点 不要对人生有太高的期望 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他的形成过程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想要去 让自己的资产可以有一点点的增值 当然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留给小孩更多的东西 嗯 对 那他就加入到了一个LINE的投资群组 对 那里面就是会有那种操盘老师啊 股票老师啊 什么什么老师啊 然后听说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角色 对 什么阿姨啊 什么教师啊 对对对 什么补教名师啊 就取信你的一些角色这样 实际上 大家 你不要看那些人在里面发演的很活跃 那些都是演员 嗯 对 都是假的 没有人真的那么爱在里面讲话的 对 你反观嘛 你家庭的群组有大家很爱聊天吗 没有 对啊 嗯 多数人都想要潜水的好不好 对啊 谁会没事就你一进去 然后大家都在里面聊股票 有这么积极吗 然后就一直分享自己赚很多钱 对啊 这档这档怎样 这档这档怎样 好谢谢老师 对 老师你真的是太英明了 对 老师接下来怎么办 对 没有人有这么积极的一个过程 因为如果是的话 他就不会在这个群组里面了 然后他可能也是出来当老师了 所以大家要记得喔 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粉红泡泡吧 这是一个泡泡 他故意去营造出一个好像很 很漂亮的一个投资的环境 让你觉得好像进来 就是你其实就是温水煮青蛙啦 你就泡进了一个舒服温水里面 嗯 现在其实是很恐怖的 就好像大家都很积极 大家都很 大家都通过这赚了好多钱喔 然后老师人很好 对 然后同学很积极 嗯 说真的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 不会轮到我们身上 是的 是的 有更多人有更多的资金啊 不会是我们 好啦 接下来这个爸爸呢 他就是听信了老师 跟里面一个操盘手的一个话术 那他就是过了 我不知道多久啦 新闻稿没有讲 那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说 欸 欸 这位XXX爸爸 你已经从我们这边操盘 用你原本的资金 已经赚到了四千万 对 四千多万 对四千万 那但是 因为我们操盘中间 是有一些手续费的嘛 所以我帮你净利润是四千万 那我们手续费是一千六百万 对 他的概念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样是抽 四十%的手续费 嗯 也蛮高的 但没关系 反正因为 任何人都会觉得 这是白赚的嘛 你没有做任何努力 你先丢出去 你就已经赚到这笔钱 四千万 我扣掉一千六百万 我还有 呃 两千四 对 听起来还是蛮多的 好 那他就是 想要赶快把这两千四拿出来 所以呢 他就是跟他说 那我要怎么去赎回 他就说 啊 如果你没有现金 去付这个一千六百万 那如果你名下有怎么样的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去了解你的资产 对 所以他就是得知了这位爸爸有移动三千万的房子 是 嗯 那爸爸没有现金嘛 所以老师就教他说 好没关系 那你就拿你这个房子来当抵押 对 那他的价值三千万 那你只要把这个钱 其他的钱先 因为你这个四千万拿到了嘛 那房子先抵押 拿到四千万之后 你再把一千六给我 那房子就还给你 对 他们还就是假装的签了一个契约叫做 哦 你用一千六付出来 你房子就可以买回去了啦 对就可以赎回了 这样子 好 那因为这个契约本身 很多人都知道嘛 合约跟契约是可以造假的 但是什么东西不能造假 就是接下来要讲的 那他就是因为 知道 觉得说这个东西 房子可以赎回来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过户的动作 嗯 对 那因为做了这个过户的动作 以至于 东西拿不回来 是 因为实际上如果你只是签约 做一个抵押 嗯 你没有真的把东西过到人家名下 其实是可以拿回来的 对 重点是他已经做了这个 程序 已经做了一个程序 所以 很多诈骗 应该说很多骗人的 不管是人还是话术 其实就是掺杂真跟假的东西在里面 是 那他现在为什么会觉得 求助我们可能也是基于这件事情 因为他过户了 过户这是一个事实 对 房子就已经到人家名下 而且是你自己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去做这个动作的 不管你原本的那个合约有没有犯法 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 那是独立的 所以你其实就是把这房子给人家了 是 不管他到底是不是能够给你输回来 还是他后来有欠你多少钱 那都是另当别论 嗯 嗯 所以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 爸爸就轻易的骗走了他必胜的积蓄 三千万的房子 嗯 嗯 好 那这个案例其实就到这边结束啦 那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讲解 我觉得我们下一段可以来讨论 这边有没有解法 或是能够怎么去处理 嗯 那也顺便让就是听众朋友们知道 其实 嗯 我们的苦主他去报警了嘛 对 那警察是跟他说 可能逃不回来 对 没错 然后就结束了吗 就是没有办法 很积极的帮他做些什么啦 能做的就是会蛮有限的 嗯 嗯 对 听起来也是啦 对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讨论怎么处理这样的案件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 十二点到凌晨一点 都有我们在边陪大家聊聊天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诺雅 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漂亮的Alice 嗨 大家好 我是Alice 你喜欢被说漂亮还是其他的名词 形容词 哦 漂亮应该没有人会不想听的 好的 那我们就今天聊请到漂亮的Alice 我们刚刚聊到了关于最近的诈骗案件 就是 赖的股票投资群组骗了一个爸爸 爱女心切的爸爸的三千万房子 嗯 那我们再剖析看看 因为当中 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直属的案件 所以我其实不太清楚很多细节 是 那同时也可以 同时也可以让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真心业者要出一个案件 会需要知道哪些东西 是 好 那他的前提就是说 他的 房子已经确实用自己的名义 过户给了吴先生 嗯 我记得是吴先生吗 吴先生 吴先生 那他们在那之前呢 有签署一份合约 写说 呃 对这个案件刚刚还有一个点啦 就是刚刚Alice有补充 就是说 后来这个诈骗集团还有跟爸爸 要了 对 看起来是有要他什么手机的账密 那有可能是LINE的账密 然后好像登入进去 把他的这个讯息 好像都删除了 都删除 就是说那个诈骗群组里面的一些对话 对 好像都删除了 嗯 以至于他没有 就有点死无对证啊 对 嗯 但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可疑的耶 因为就我们业者的了解 对 实际上现在警方能够联系到LINE的一个 就是总公司 是 因为他们其实现在很多的对话 基本上都有风暴 哦 对 实际上是可以掉的 即便你删掉 而且也是 我相信他应该是刚发生 就去报案了嘛 对 那如果时间点这么近 那 那报案又有足够的力道 以及你的证据 或是你陈述的过程 都是很清晰的话 对 其实警方如果愿意是能够帮你掉的 对 嗯 这个如果只是LINE的对话 我相信是可以的 因为 其实有很多的罪犯啊 就我们自己处理到 或是接触到 或是聊到的 对 很多罪犯 他们最后的东西还是被还原啊 哦 嗯 换句话说 是不知道说他们会不会有一些部分是当面讲的 那可能就比较没办法的 哎 对大家都要留下文字 至少我们留下文字记录 是 因为就我了解我们的很多业者 对 哦 就是很喜欢跟客户在网路上聊一些犯法的东西 违法的东西 后来也被抓到 哦哦 那当然大家都会删啊 要删会删 一定都会删 那为什么他还是被抓到 就是因为实际上他可以复原 是 了解 对 赖的近期对话 真的删掉了 一定是可以复原的 其实不知道说这位爸爸他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对 还有很多细节是不清楚的 对 好 那我们就再来聊说 如果他有这份合约 契约上如果打的是 他欠他1600万的手续费 嗯 那 他如果把这1600万还出来 会把房子输回来给他 如果真的有这一项 条件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打打看官司的 嗯 对 但是还是得白花1600万 对 而且就是你要找到这一群人啊 对啊 现在这群人是不见了吗 因为看起来他就是知道一个吴先生 然后其他的人的资讯 好像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说他们是不是还在就是 呃 台湾 因为像我们之前也会有一些客户是来咨询 他就说 啊 我这个 我知道诈骗集团 那但是他们全部都在海外 那这样子有办法处理吗 那但是其实通常牵涉到海外的时候 这个复杂度跟难度就会 哦 提升非常多倍 对 但这个也可以等一下跟大家介绍 实际上我们在国外也是有配合的团队 对 对 那我们先进一步的来聊 关于爸爸的这个事件 嗯 就我们的名法里面 其实有一条是 如果你在不知情或是 没有完全了解情况下 而去签名的话 嗯 这个签名其实是可以不算数的 是 那我是在想 他如果过户的这件事情 那他过到了吴先生名下 那至少你会知道吴先生是谁啊 对啊 一定会知道 我也有看到 我想说 哎对 可是吴先生至少抓得出来 对一定抓得出来 会不会是他们没有办法证明吴先生 他是用诈骗的房子去取的这个 然后也知道说他还有一个点是说 他后来取的那个房子之后 他有在哪去贷款 嗯 所以他有带出现金来 然后那些现金好像就是那几个诈骗的人 已经有分掉了 分掉了 对 那这样分析下来啦 实际上假设他诈骗成立 对 我们先讲他诈骗成立 那就会变成吴先生就是欠爸爸一栋房子 嗯 因为他没有给出现金嘛 嗯 那他要嘛就是把这栋房子还回来 那过户钱他就是得还清债务啊 嗯 对要嘛就是吴先生用他自己别的方式去债 去别的地方贷出了1600 然后把这个房贷给缴清之后 房子完整的过户给爸爸 哦 理解 这个部分是可以争取的 嗯 听下来一定可以 对 对因为无论如何 就算对话是不清楚的 那爸爸可以陈述说 那就是因为不清楚嘛 因为对话已经被删掉了 对 那有两条路 一个是警方能够帮忙回复 对 假设没有办法 那爸爸在法庭上的陈述 就会变成他其实不太清楚前因后果 嗯 那是不是就可以拿来佐证 他其实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契约到底是什么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攻防点 嗯 可能可以去尝试看看 对 因为他讲不清楚 对 那他讲不清楚就会变成说 那他这个合约其实没有看得很清楚嘛 嗯 没有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就可以说他是草率的签名 哇 看来是不是这个吴先生如果说是比较快的 让他不能出境 如果让他在台湾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挽回的机会 欸 对 嗯 那如果这个部分 就会比较尴尬 因为如果他要不能够出境的话 我们要能够去佐证他有诈骗 是 嗯 吴先生这个部分也许 也许可以办 但是可能还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 因为我相信诈骗他不只会诈骗一个人 对 对逆心开始动起你的侦探的 嗯 是是是 看到你上面已经有很多画面 有很多的 大脑上 有很多的那个 那个 对 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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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顺便让大家了解 我们如果接到一个案件我们的思路就会是这个样子 是是是 那到底能或不能的分析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對 好 那我們先聊到這邊 等一下繼續聊囉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偵探阿宅的萬事屋 如果大家聽了有喜歡的故事 歡迎到立達真信社 或是真信社阿宅的粉絲團 跟我們聊聊天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諾雅 我們今天請到的來賓是Alice 嗨大家好我是Alice 好啦 我們這個詐騙的這個話題 也算是聊到了尾聲 剛剛提到了關於代辦貸款公司 對 那最後還是要講 我跟你說 你在別的地方貸不到 然後他跟你說他貸得到 他只是用一些更高的條件 是 去一樣的地方貸 喔 欸是一樣的地方貸喔 因為人的社會其實在發展 就是一開始會有銀行嘛 對 然後銀行之後又出現了融資公司 那至少他是融資的公司 那再來這個東西 他其實有點似不想 他是代辦的公司 對 也就是說他代辦他本身沒有錢 喔 所以他其實也不是自己借錢給你 不是 所以他就是還是要去跟這些融資公司借 欸對 他是拿著你的明目 然後用的可能是他們之間的信任關係 又或者是 我舉例好了 因為如果他詐騙給你 那就代表著 對 他其實 在前面可能已經先收到一筆錢 或是他會在這個過程裡面吸你的錢 是 那他們之間就是對分這個東西 嗯 那貸款公司啊 銀行啊 他們其實借款給你 他們要賺的也就是那個利率嘛 對啊 那他們就先把利率跟手續費賺走了 哦 那剩下你還不還 其實 嗯 對他來說 他就只要找人討債給你就好了 那他們該賺的已經先賺走了 對啊 如此耶 他最終還是跟這些地方貸啊 是是 那這樣子何必透過他們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啊 蛤 對啊 因為他們就會以為 這又是認知的落差 認知的落差 人就會以為 他就是跟那些融資公司是平等的 對 實際上不是 他只是代辦 他真的只是代辦 是 所以他賺的錢就是那個代辦 對 他辦完之後 你欠的錢也不是欠他啦 嗯 你欠的是上面的融資公司 哦 所以他真的只是賺中間的這一個 對啊 嗯 對 那剛剛Alice有提到啦 就是為什麼簽合約很可怕 嗯 就是因為呢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問問 對 然後他可能說好沒關係 我們先簽個 我們先簽一個委任書 對 然後委任書 我們去幫你合你的 你的一個 資料 資料我去幫你合 是是 欸到底是誰在合 你都沒有想到啊 是誰在合 他們自己合嗎 不是 他們就是把你的資料 送去給那些融資公司合 或是當舖 對 去合 所謂的 合你的評估條件 好 那前面先收一筆就是 代辦費 對 代辦的費用 那假設說這合完之後 你不 你不要 嗯 但是他的這個委任書裡面就寫 如果是 因為個人的狀況 而做一個違約的話 是 可能還要再收 你那時候說是多少的 嗯 違約金 40%嗎 就是反正我記得就是蠻高的一個比例 就隨便都是好幾萬好幾萬 每一條都好幾萬 也是好幾萬 對 好我之前聽過最高的違約金是40% 真的很驚人 欸那我剛剛說 你看你今天帶一個數字 不管是什麼數字 你的手續費先收40% 嗯 那如果你 又不要 那你違約又收40% 嗯 因為基本上你如果你收完 你會覺得你拿的錢很少嘛 嗯 那你可能就會有違約的 呃機率 蠻高的 你就想一想突然覺得 欸這個好像不太好 欸這個是衝動 這真的是衝動消費 因為你沒有想清楚 他就是趁著你沒想清楚 去讓你簽這個東西 那就算一開始 你這個40% 手續費 你沒有 你真的沒有 你沒有辦下來好了 但是你取消 那是不是他還是可以收走這40% 欸真的 所以你這個 後面這個比較可怕喔 就是你錢 沒有拿到 嗯 但是你要付這筆錢給他 對 所以說建議大家說 你與其要找這種代辦公司啦 就是那你不如就直接跟當鋪之類的 就是合法的融合 真的還是要找合法 直接借就好了 就是不需要再透過這一首 但這一首他們也會說他們是合法的 呵呵 只是真的是沒有必要對不對 對他們會說他們過程合法 嗯嗯 但他們的合約其實也合法 對 對但是 唉 就是條件不正常嘛 是 我們最近真的是有看到蠻多這種的 嗯 所以說大家如果自己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或是身邊你有親友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嗯 其實就是可以來我們的官方來 那我們可以 你可以把就是當初合約貼給我們 我們可以幫你就是看一下 對 看中間是不是真的有什麼 就是很大的陷阱啊 對 或者是說啊你現在真的已經 你發現原來這個其實是一個就是 呃不平等的條約 對 然後你不想要再旅行的 那接下來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我們可以去協商 對我們也可以就是 就是給你一些建議 然後或是帶帶我去協商啊 等等的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有資金需求 那我們一樣就是當鋪的部分 我們可以有合法的管道給你 對就是大家不要就是 一時因為缺錢抽筏頭 然後可能就去找這個這樣子 對就是看起來真的很輕鬆的東西 絕對有鬼 對 只能這樣說 真的 好 那我們今天聊到這邊囉 大家晚安 好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哈囉 各位聽眾的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偵探阿宅的萬事屋 每週一到週五 晚上我十二點到凌晨一點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諾亞 邀請到的來賓是漂亮美麗可愛的Alice 嗨大家好 我是Alice 我們今天聊到關於詐騙 好 那詐騙的部分呢 我進一步的想要聊 因為我們剛剛是聊那個台灣 對 就是LINE的投資群組 剛剛說說LINE投資群組的詐騙 對 那剛剛Alice有提到說關於 有些機房啊 或者說詐騙的人在國外 嗯 那這讓我聯想到一個項目 就是虛擬貨幣相關的東西 現在這個真的也很多耶 嗯 就是虛擬貨幣其實基本上 不管 我不管詐騙人在哪邊啦 反正你也抓不到嘛 是 因為它就是 就是它有一定的隱秘性 那它金流很難追溯對不對 應該說追溯 你也其實無法指證是這個人 是 雖然說它 你要進到這個幣圈呢 它會需要KYC 就是你不管在哪一個平台 或是哪一個地方 因為它的概念就是 它是虛擬的幣嘛 是 那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把法幣換成 它裡面的穩定幣 就是USDT 人家就說USDT詐騙 對 那它其實就是跟美金有掛鉤的 穩定幣 它等同於虛擬貨幣圈的美金 哦 這樣講就理解了 對 就是USDT T就是那個 T加一個T這樣子 就是那間公司的名字 是 泰達幣 好那它就是先把法幣換成了虛擬貨幣裡面的穩定幣 那這個動作就很 就是你會需要有KYC才能做 因為 至少你是把法幣換掉嘛 KYC是什麼 KYC就是 實名認證 哦 OK 需要比較多層的實名認證 是 證明你這個人存在 不然最後有洗錢的嫌疑 對 真的耶 好像是一個洗錢 很多很多洗錢都是從虛擬貨幣圈弄的 是 所以就是虛擬貨幣會被很多人覺得說是一個不好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多人會去利用一些 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是中性的嘛 對 招式本身沒有好壞 那其實都是萬賀的是人性啊 沒錯 實用的人 好所以就是它這個過程裡面 你先用法幣去換成了虛擬貨幣 好 那這個過程裡面是需要實名的 但是虛擬貨幣之後的轉換 它每一條路 它很特別喔 它每一條路都會有軌跡 每一條 對 所以你就算轉了EU給我 對 也會有這個東西叫做交易的哈希 哦 就它的軌跡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嗯 嗯 蝸牛走路經過的那條痕跡 就一定會留下來 對 可是你沒有辦法證明這一條是屬於 嗯 兩方的帳號是屬於誰 哦 原來是這樣子 嗯 因為它不能反差 嗯 因為它這個東西是去中心化的 對 去中心化的意思就是說 它全部都存在一個虛擬的雲端 是 那為什麼你現在在銀行的帳戶是 可以被追查回去說是屬於誰 嗯 是因為你有紀錄 你有個資紀錄在銀行裡面 對對對 嗯 那講白了就是虛擬貨幣圈裡面的東西 沒有一個中心管理的機構 是 所以你要查你也不知道向誰查 了解 對 所以即便你找到了 其實軌跡都很好找 很多看起來就是A帳號轉為B帳號 對 但你不知道A帳號的人是誰 你不能知道 哦 對無法知道 即便你知道也無法擠設 這就是虛擬貨幣的特性嘛 對的特性 所以它有好有壞嘛 一體兩面 對 就是你在裡面你不管賺多少 你賺幾億 都無法扣稅 是 對那在扣的地方就會變成你換成法幣的這個過程 對對對 出來的時候 但是又有很多人在這方面是有 欸認識了一些避傷啊 或什麼什麼的 就當然 大家聰明的人類就會找到洞磚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是 對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他就是詐騙就很難再追回來的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他去中心化 嗯 即便你都知道了 但是你就是氣死 你也是沒有辦法證明是他拿走的 對對 好 那虛擬貨幣詐騙他其實有很多的起因啦 很多是那種感情啊 感情變化騙 就說欸我最近就是有投資什麼什麼東西啊 或是我就是截圖我交易的過程 嗯 虛擬貨幣詐又有一個很大的特質 嗯 因為 不管是台灣的股票還是美國股票 就是股票這種東西因為畢竟都有證券法在規範 管制 對 所以你就算漲也不可能漲到翻嘛 嗯 但是很多幣詐的東西是可以翻 就一夜幾十倍那樣子 對不止幾十幾百幾千都有可能 喔難怪 所以就有人會覺得有一個致富的夢這樣子 嗯 確實很多人在裡面致富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裡面賺錢 其實概念都一樣 你在任何的金融的圈子裡面要賺錢 都是 都是必須要有原則性 對 就像是台股美股嘛 你該賣的時候不賣 或是你該止损不止损 你就是會 虧報啊 喔 但我覺得這都算是比較高段的了 因為我還有看過一種就是說 他就是 呃騙你不懂 然後他就跟你說 欸你你要 現在你要出金了嗎 嗯 就是說你投資之後你要賺錢要拿回來 對 那如果說欸你是用現金的話 對 你可能呃比如說你是 呃一百萬 嗯回來好了 但是你如果是換成就是用虛擬貨幣 你可以拿到更多喔 嗯 然後就吸引就是這些人 他可能是用虛擬貨幣的方式去把錢丟進去 嗯 然後就是去呃防 就是被後面的追查就更加困難了 就 就這一個動作就會導致他追不回來 對 對對對沒錯 然後人性又貪嘛 欸這樣可以多拿二十萬 那我為什麼不弄一下呢 人性真的好貪嗎 哈哈哈哈 對可是我真的還是要講 如果今天你對畢軒是不熟 或是對任何東西不熟 我們就不要去做這個動作 真的 因為你真的賺不到你認知之外的錢 嗯沒錯沒錯 因為你本來至少一百萬可以 哈哈哈哈 對那他為什麼會這樣跟你講 我們就反思嘛 今天這個東西 他就隸屬於某個機構 或是那個跟你溝通的人 他隸屬於某個平台 嗯 其實就是那個平台的規則而已啊 嗯嗯嗯嗯 但這規則合理嗎 你要去想啊 對 就是他真的合理嗎 對 怎麼可能換成虛擬貨幣就可以多給你二十萬 是是是 對啊又不是說你換幣之後 對 這個幣本身就會立馬漲二十趴 哦對 你去想這個理 你去想那個合理性 對對 假設不是這個幣本身他漲二十趴 因為穩定幣就不是會漲二十趴的東西 對對 他就是等同於美金的東西 不可能這樣就多給你二十趴外的 除非你跟我說 USD換成比特幣 哦 然後你跟我說他明 他明天會立馬漲二十趴 還有可能 對 但是你只是台幣或是美金換成 呃裡面的泰達幣 裡面的穩定幣 那他本身不會漲啊 為什麼他會多給你的二十趴 真的耶 所以就是你只要去想他的邏輯就會知道 不可能嘛 可是有時候你會被騙就是說 你已經沒有辦法 很冷靜的判斷這件事情了 好那我們 而且現在詐騙真的都很 很那個 很厲害耶 他還會先給你一些影頭小力 然後讓你繼續丟更多的錢 對啊 然後讓你繼續丟更多的錢 這是釣魚啊 對啊這真的 唉 人真的還是不要談 哈哈 好我們先聊到這邊 等一下繼續聊 哈囉各位聽眾的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偵探阿宅的萬事屋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十二點到凌晨一點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諾亞 我們的來賓是漂亮可愛厲害的Alice 嗨大家好我是Alice 我們這一季聊的是詐騙 我相信大家聽了都是心有七七焉啦齁 那我們剛剛聊到的是關於虛擬貨幣 那我覺得給大家一個總結啦 就是在任何的環節任何的環境 我覺得如果今天涉及到錢 真的是你不懂就先不要 嗯 不懂就先不要 因為如果啦 不然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夠把錢當成玩具 就是你知道地球online的玩具幣的話 那就算了 如果你如果你失去了 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那你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有時候確實大破大力嘛 你沒有真的去學一個新的東西或是做一個突破 可能就沒有辦法賺到那邊的錢 對 但真的就是不要是會影響到生活的那一種 不然你就會落入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 欸 對 關於這個部分 這個循環裡面 因為有很多人也是在這些地方 形成了很多很多的債務 嗯 很多人在投資的時候就說 貸款去炒幣 對 沒錯 貸款去炒股 嗯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聊的這個東西 這個項目可能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 就是民間有一種東西叫做貸辦的貸款公司 嗯嗯嗯嗯 這個是傻呀 就是 這個也是我家 就是加入之後我才知道有這個事情 欸真的嗎 對他看起來好像就是說 他這個 這個人他自己沒有辦法去辦正常的貸款 對 然後所以就是說他找了一家公司 就是跟他說 喔我可以幫你把貸款貸下來 這樣子 嗯嗯 所以他就是在網路上的明目 可能就是什麼什麼貸 XX貸或是貸XX X貸X這種 我沒有太多指名道姓 對 反正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無法跟銀行貸款 然後然後你第二個條件 通常啦就是你需要急需用錢 是 就是第一自己條件不夠 嗯 第二就是 急需用錢 你不能走一般的流程 嗯 但是你又不想要去所謂的高利貸 那當然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一直強調 喔我們這邊是正規合法的 對 代辦公司喔 代辦公司喔 這樣說我們會跟你簽合約喔 對我們會跟你簽合約 那這個合約很可怕 對對對 合約就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 不簽算了 不簽算了 簽了簽了就 對因為最近真的好像有很多的就是 委託人他是受這個東西 這樣哭鬧 受詐騙 對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他這個過程好了 就是假設你今天到網路上查詢了什麼 XX帶 X帶X 帶XX 好那這樣的一個網站點進去 他就會跟你說喔 快速辦下來 然後基本上合約率90%以上 然後呢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帶 沒有東西也可以帶 嗯 就這幾個 就寫一些很美好的這個 吸引人的條件 對 好那就會有一個業務來跟你講說 欸你需要做什麼啊 先做一些基本流程 是 然後呢就評估你要的金額 對 然後評估你現在名下有什麼財產 有或沒有 是 那他可能就會給你信貸 房貸 車貸 不同的項目 那就是看你有沒有抵押品 嗯嗯嗯 欸 那這個抵押品順便講喔 就是如果你真的用車子或是房子 去貸他們的貸款的話 欸要設定喔 是 對這等於說你也是抵押給他囉 對對對 嗯 這個不是說 嗯好像是信貸 不是不是 他就是房貸或是車貸 嗯 好那接下來就會弄一個定型化的企約 是 跟你說喔我們這邊的流程是這樣子的 然後會收一個代辦費 對 那這代辦費可能就是依照你的金額 還有你的案件 會落在10到40%之間 嗯 10到40%之間 可是他可能不會把這個趴數寫得很清楚 是 他會在最後寫說我們手續費是多少多少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被數字搞得眼花撩亂之後就會忘記 他其實你把比率換算下來是很高的 對 嗯就像我剛剛說的手續費有可能高達40% 嗯嗯 等於說你可能用機車貸款貸個10萬 然後你就要付40萬給他 是 對但是4萬聽起來很少 嗯嗯嗯 但比例很可怕 對比例很高啊 對 那他其實這樣的一個詐騙流程就是基於人的認知落差 嗯嗯嗯 他沒有意識到 嗯 這個數字 然後這個流程 大家都會說因為我不懂 所以 嗯 就聽對方的 那對方可能就是用話術啊 或是流程的一個前後調換 搞得你就沒搞清楚狀況你就簽了 對 就忙碌的簽下去 反正他快速的錢就可以給你嘛 對 對 他真的很利用人的 人性的一個缺點 就是你本來沒有變成有 對 你看喔 你貸款的金額是10萬塊 但是 你的手續費可能就4萬了嘛 嗯嗯 那可能還會有後續衍生的利息 是 好那最後你真的如果把利息加進去 然後再扣掉 你其實10拿可能是2萬 嗯 好可怕喔 即便這麼少 但是你會覺得因為你拿到了 對 喔 我拿到現金了 對 欸這個好像是在心理學上有個東西叫做 我忘記了 但反正就是人在 呃 長遠的失去以及利息的得到裡面 他會只看到利息的得到 嗯嗯 他不會去評估說這個利息的得到 可能會 伴隨著長遠的失去 是理解 對 對那像他這個情況就等於說 你帶了10萬 你10拿2萬 至少你可以先拿到2萬 馬上往續集用 對 但是最後你可能要付出去的錢 都超過你的本金很多 對 然後我還有看過那種 會是說 欸就算都沒有幫你辦 可是就是 呃到時候你要解約 那解約又要收一筆很大的這個違約金 是有看過的 我真的覺得大家數學 可不可以把這些%數就是 加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 欸加起來超過100 嗯 你有遇過一種梗圖嗎 就是 小時候我們在算數學 對 算算算算 算出來說 欸請問就是在這個團體裡面 呃女性有幾位 對 然後算算算出來 算算是-1位 嗯 然後是0.258 是是 這個 這個數字就是不對嘛 對 所以當你之後你要付出去的東西 是超過100%的 這和 就顯然不合理啊 對 對 但是差別就是在於 他會用 存這20%裡面的3% 很多的明目對不對 對 對對對 就是有一些拐彎抹角的地方 對 導致沒有看清楚 或是不想思考的 或是不去 多花一點時間 或是基本上就是因為 仗著人疾 嗯 所以人一疾真的就是 會 犯很多錯誤 對 那他就是利用人性這個弱點 不了解 不了解跟急 然後去 讓你付出更多 不應該付的錢 嗯 好我們先聊到這邊 我們下一段繼續聊 我喜歡 我喜歡 音樂 我喜歡 radio 我喜歡 我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